高雄市政府稍早通报 山陀而台风预计12点半左右将于迄今 小港一带登陆 会有致灾性强风 稍早再过港隧道旁货柜厂 有货柜遭强风吹落 甚至其中一个货柜还被吹到马路上 据了解 一个空柜重达3.8吨 看起来坚固 但其实很脆弱 港警总对初步了解 目前港区周围有部分货柜厂的货柜被吹动 无法确认是否辖区内 但因风大雨大 远警卫安全因素站无法外出检视